我有很多的学习啊 其实最大的学习就是 一句话赞美神 一分钟 分享 今天我是三分钟这样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有很大的突破 第一个呢就是信念的改变 其实我已经 就是一直告诉我自己说 我们一定要做外展 如果没有做外展 没有传福音 我们就是死路一条 就是外展才是我们小组 我们牧区的出路 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信念的改变 就是我也告诉我的童工 一定要外展 一定要邀请 一定要赢得灵魂 然后第二个信念的改变是 门徒造就 就是我要学习 常常看好我的童工 我目前带的童工是品节 还有剑州 就是我常常要学习就是 不只帮助他们成长 就是要看好他们 就是要不断地肯定他们 赞美他们这样子 对 然后这是我两个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大的突破 一个这个就是门徒造就这样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有很大的成长 第一个成长呢 就是生命的成长 生命的成长有三个 一个就是不怕被拒绝 其实在邀请人的过程 就是对有很多的闭门羹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得胜自卑 得胜嫉妒 得胜比较 就是不再比较 也不要 不要去比较 也不应该比较 对 其实我在封闭小组里面 真的我觉得神 也透过我其他童工 把我里面一些 我已经我以为我已经没有的东西 好像神又再次把我挖出来 所以其实让我不是很舒服 可是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一定要得胜他 然后第三个的成长就是 依靠神胜过负面的声音 其实我要做外展之前 有就是有好几个晚上我都睡不好 因为就是怕做的不好 对但是就是 其实像翠刚哥也常常鼓励我们说 就是你们就是积极参与 然后把结果交给神这样 然后最后我要分享的是 一个很大的成长 就是昨天 昨天是我们第一次的 幸福小组的第一次 然后就是 对 第一次嘛 总希望就是可以 哇真的很不一样 结果就下大雨 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对我来说 最大的成长就是 信心的熬练 就是你即使看到他下大雨 你还是要相信神掌权 所以我觉得真的 这外展对我来说 真的有很大的生命的突破 谢谢大家 好厉害